1000多价位的机器 千万不要选择XR11这种老古董的 大一辈的LCD屏幕说 没有5G的机器过两年就淘汰了 那么在华晓美皮革商这里 直接帮你拿下纯源的苹果12 市场彻底进入淡季之后 不仅14PM的价格跌至只要5000多 原本两三千元价位的 也直接跌到1000多2000多 之前还在观望的兄弟们 直接可以冲了 我刚从蛋糕拿了一批苹果12 外观橙色都是轻微磨损 都是纯源装的 只要2600 它大致的是满血的A24处理器 放在2000多加入弹简直是降维打击 后置双摄 只是4K的杜比实际拍摄 成像仍然是第一梯队的表现 我们PR商每天出货几百台 除了给你们20W的快充 钢化膜手机壳之外 每一台到手的利润也就100多就行了 毕竟的话一个好口碑 细水长流比啥都重要